昨天半夜上厕所 看到婆婆在跟公共视频 好像在聊我 然后就忍不住头停了一下 居然全是在夸我 说我勤劳啦 有上进行啊啥的 所以姐妹们 真的不要跟婆婆对着干 伤神又不讨好 我们毕竟是晚辈 就算再委屈 也会被认为没有教养 不懂事 我跟婆婆十几年 从来没有红过脸 她还经常夸我好 其实你要说三观真的那么合吗 也未必 我婆婆是西方思维 消费观和价值观 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我的观念就是 婆婆她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源 你怎么把这个资源用好 让她心甘情愿给你出钱又出力 上次呢我婆婆说要回来住一年 我也知道只要我在家 她也不会帮我看小孩 然后我就跟她说 妈我觉得我老公一个人上班 养一大家子真的太辛苦了 我也想出去上个班 帮她减轻点压力 孩子呢就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可以吗 我的出发点是为了她儿子 哪个妈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呢 所以她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最后呢就是三个孩子她看 然后家里的柴米油盐啊 孩子的花销啊 我也一分钱都没出过 我在外面呢哪怕是赚500块 也是我自己的 关键呢我婆婆还觉得我特别勤奋 天天在我公公面前夸我 让我里子面子双赢 说句不好听的 现在哪个婆婆不是免费保姆啊 我婆婆这种呢就叫带心尽足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平时啊我们嘴巴也要甜一点 妈前妈后多叫叫 多夸一下婆婆 有一次呢我婆婆做了猪手 我吃了之后就说 哇妈你也做的太好吃了吧 都可以去开餐厅了 她那个脸呢笑的就像一朵花 还有段时间呢我掉头发很厉害嘛 她就给我用那个黑豆啊 和手物啊煲汤 时间半个月之后我就跟她说 妈我感觉我最近头发掉的少了 看来你煲的那些汤太有用了 她就很开心 然后每天各种花式煲汤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在意 婆婆付出的是为了谁 只要最终受益的是我们就行了 还有一个啊有的时候 我们也要演一下苦情记 我买东西呢贵的我是从来不说的 便宜的呢我就会放肆说 有时候我看她心情不错 还会把我儿子叫过来 然后跟她说 儿子啊你看一下你妈妈 最近衣服穿了十几年了 这条裤子也穿了八年了 妈妈这么节约 所以你们也要节约 不要整天想着买玩具哦 过了几天我婆婆就偷偷的问我 你们最近是不是经济很紧张啊 给你拿了两万块钱拿过去花吧 如果没钱用呢就要说知道吗 所以在我婆婆心里呢 我一直是一个勤俭节约有上进心的人 她大钱没有但是小钱不断 我见过一个说 反而就是要把婆婆当成你的班主任 永远怀有一些敬畏之心 我们吵架和抱怨是没有用的 吵架和抱怨除了让大家越走越远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们要想办法让婆婆心甘情愿 给我们出钱又出力 语言呢是最廉价的 但是也可以很值钱 最吃亏的就是那种嘴硬心软的女人 其实我们再怎么跟婆婆吵架 将来她老了我们孩子是得服侍她 所以我们都要学会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毕竟啊家和才能万事兴啊 好 好 谢谢大家